20世纪初 世界著名博物学家英国人威尔逊 在1899年至1911年期间 曾经四次来到中国 这位被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 第二次来到中国时 就是为了在四川地区 寻找一种神秘的高山花卉 在距离成都一百多公里的巴朗山上 威尔逊目睹了成片的全原叶绿荣耗之后 在他1913年出版的书 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中写下了以上那段话 而这个场景深深吸引着这位对植物有着近乎狂热喜爱的成都人 我叫李伦 我是一个植物爱好者 在我们植物圈里面都牺牲自己为植物人 我们今天是去巴朗山 去寻找威尔逊当年在这里发现的一些植物 1903年的那个7月 年轻的威尔逊从成都都江宴出发 走了几天山路之后 他终于来到了巴朗山这片高山植物的天堂 这里的植物非常的丰富 这么大的海拔落差的话就造就了非常多的气候带 不同的气候带的话就会适应不同的植物在这里面生长 而且它不同季节的话它的花也不一样 它离成都的话交通非常的方便 去车两个多小时就从繁华的大都市 我们就可以来到这样一个高山花园 这应该说是成都人的一个福利 那现在我们发现了那个西藏韶兰 这个西藏韶兰也是当年威尔逊在巴朗山看到的一种植物 冰文号的海拔它要比韶兰更高一些 大概在四千米往上的地方的集中分布 这个拍微距还是很辛苦 因为在这上面蹲着以后还要得摒弃凝神 本来高山上就缺氧 然后在一拍这个之后一整个人起来 脑子脑子就是晕的 这下一个这个楼那个啥 这个驴体草 这是绿蓉蒿吗 对 这个我们现在发现了一株全原液绿蓉蒿 它是因素科绿蓉蒿蒿蒿的一种植物 它应该说是在这个巴朗山上面一种明星植物了 今天是雨雾天气 所以说它绿蓉蒿的花瓣就不怎么张开 然后它的花也比较下垂 威尔逊笔下描写的这种华丽植物 在大雾的笼罩之下正展现出别样的魅力 1905年威尔逊回到英国 带回了510种树种和2400种植物标本 其中就包括全原液绿蓉蒿 此后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猎人 在威尔逊的影响下 纷纷来到了中国西部这片植物的乐园 应该说还是能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它当年的一种感觉 你可以想象一下 而且它是从杜江宴走了大概几天才走到巴朗山崖口 我们现在一个小时就到了 对于看到那种满山坡全部都是那种花的震撼的感觉 应该说比我们要强烈 因为它是经过千辛万苦 经历各种危险才能去见识到这种场面 格杨尔逊的真理 咱们的真理 优 TammyGoodrich 《路德欧若 you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伦的一天总是从自家的花园开始 现在把一些枯枝给它剪掉 这个叫绣球 我们看到这个花瓣呢 其实是它的不孕的花瓣 这个花瓣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招风引颠 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 我就喜欢在家里面的花坛啊 阳台种一些植物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天生的吧 进入大学之后呢 通过一些资料会更加深入的去了解植物 了解得越深你就越喜爱它 两年前 李伦实现了从小的梦想 在城市里建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花园 阳台上的两百多种植物 让它的生活充满了色彩 看着你自己心目中的一个花园 慢慢慢慢地成长 慢慢变成你想象的一个样子 这个过程还是非常享受的 2016年李伦加入了成都一家旅游公司 依托着成都周边丰富的植物资源 李伦正式成为了一名植物向导 我工作内容就主要是带外国的客人 到我们成都以及成都的周边 去观赏拍摄植物 其实我来到成都 去学习的自然 去学习的花园和植物 可以帮我去看吗 是的 Michael来自美国 也是一名植物爱好者 他在网上联系到了理论 希望李伦能带他在成都 观赏一些特别的植物 你看吗 是的 我看到 现在这花园很晚 如果我们去那里 我们可以看到 花园的花园 是的 花园的花园 离开成都市区 李伦带着Michael来到一个多小时车程外的成都彭州 从平原到山区 多样的地形地貌 总有惊喜等着他们 现在我们在一个山区 在区域 现在我们在区域 在区域 今天我们去到区域 去找区域 特别的花园 什么名字呢 它的名字是 区域 是这花园 只有在区域 是 只有在区域 区域 是一个生物的 哇 是的 很感兴趣 很感兴趣 中国的话 大概有三百多种 暴春花 那 庞州暴春 只是其中的一个 这种暴春是一种 新发现的物种 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 是由传多的 几个植物爱好者发现的 它生长在 喀斯特的岩壁上 你找到什么吗 我没有 但在那里看得很美 是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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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伦带着Michael 前往峡谷深处 茂密的树林 湿润的岩壁 为鹏州暴春 这种珍稀物种 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在海拔一千一百多米的 喀斯特岩壁上 他们终于看到了 成片的 鹏州暴春 很可惜 这种花期的时间 现在 这种花期的时间 是在 在冠冠 如果我们来到冠冠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 蜜色的花 在冠冠 很漂亮 哇 它仍然很漂亮 是的 你可以想象 是的 打亮 是 它是 蜆 是 蜆 而这种珍稀的物种 2015年被发现 2017年被正式命名 李伦见证了整个过程 我当时在朋友圈里面 微信朋友圈里面 发的是这样的 从此你有了名字 彭州暴春 大概就类似于认识了一个 新的朋友的感觉 因为彭州暴春 它之前是默默无闻的 市场在大山里面 没有人去认识它 那它有了名字 我们就可以更多地去研究它 更多去认识这个物种 我们是想让更多的人 来了解成都 它所蕴藏的丰富的 生活多样性 我认为它很酷 这种花子 还没有发现到2015年 尤其是一个很棒的故事 也认为一种花子 很多人都没有发现 这种花子 很有趣的背景 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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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的种类 在世界上只有一个 地方 我认为这种 有趣的感觉 在你的生活中 植物就在你的周围 它们可以是从山巅上 眺望的一片森林狭长的圆景 可以是围绕在城市街道 两旁的一片杂草 也可以是在溶洞幽暗的光线下 汲取养分的一朵小花 还可以是掉落在河道中央 摇曳前进的一片树叶 在成都 这座拥有数量繁多的植物的公园城市里 每一种植物都在等待着人们 去发现和探索